第269集 两个男人这么亲密 就显得有些辣眼睛 玉庆风皱起了眉头 频频侧目 你看什么呢 杜鹃站在玉庆风的旁边 自然就发现了他的小动作 不由地皱起了眉 顾公子和杨公子两个 玉庆风倒是不在意杜鹃的态度 反而露出了好奇的表情 你想什么呢 杜鹃嘀喝了一声 嫌弃得离得远点 玉庆风有些郁闷 只能转过头去偷偷地问影三 不过影三却听见了 他刚才问杜鹃的话 所以一个冰冷的眼神扫了过去 将他的话直接给冻在了嗓子眼 杨如鑫正在欣赏 自家男人的美色 却忽然感觉似乎有人在看他 那感觉让人十分地不舒服 起码回头看过去 除了密密麻麻 期待的人群 并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难道是我出现了幻觉吗 杨如鑫皱了一下眉头 将目光收了回来 可是那感觉很快又出现了 可惜还是无法察觉到可疑的人 怎么了 顾清航自然也察觉到杨如鑫的异样 我总感觉有人在看我 顾清航扫了眼四周 眸光中寒光乍蟹 就在此时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了一个穿着灰袍的中年男人 直接一个汉地拔葱 纵身跳上了得有五六米高的台子 先是扫链下面的众人 然后冲着底下的众人抱拳拱手 感谢各位江湖少侠们的厚爱 我家小姐即将开始抛锈球 希望各位能凭着本事拿到锈球 我家小姐在山庄等着各位少侠的到来 说着一挥手 自己则退到了台子的边缘 很快一阵乡风飘过 一阵丝竹升起 就见一群粉衣少女从空而降 落在了高台之上 每个少女的手里都捧着一个红色丝绸 杂质的圆球 下面的人开始窃窃私语 光看着十个少女就够角色了 这是万人山庄的丫头吗 杨如新瞥了一眼孤青衡 够漂亮的呀 孤青衡看了一眼杨如新 没看出来 杨如新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此时那中年男人再次开口 抛锈球马上开始 现实一炷香 话音刚落 台子上的十个少女 就分散到台子的边缘 面带微笑地举起了手里的绣球 台下的众人顿时沸腾了 开始热切地注视着上面 甚至有人开始举手 喊这边之类的话 台上的少女表情不变 当那个中年男子说了一句开始之后 集体将手里的绣球扔了出去 只见十个绣球在人群头顶上翻滚着 有人要拿 立刻就被旁边的人拍走了 有人抱住了 立刻就有人上来抢 一时间 整个场地变得混乱起来 影三影七和玉庆锋都参与到抢夺之中去 咱们退后一些吧 顾清衡拉着杨如新退后了一段距离 算是远离了人群 够疯狂的呀 杜曼感叹了一声 万一那万小姐没想象的那么漂亮 这可怎么办呀 杨如新笑了 就算那万一那小姐是个大麻子 大瘸子 这些人为了万人山庄的兵器库 也会疯狂的 此时 顾清衡却始终密切关注着 争夺绣球的众人 既然心而说有人注视他 那么就肯定是熟人 是熟人就肯定要露面 他倒是想看看 是谁 寄予他媳妇 抢绣球的人素质参差不齐 开始还能明着去抢 后来就发展下黑手了 又发展到真的动手了 有人受伤 有人还死了 杨如新的眉头皱了起来 只是万人山庄的人 对于台下的事充耳不闻 底下人死了活了 跟他们没关系 甚至有人被踹到台子上 那邻近的少女竟然在一角 可以踹了下去 而那中年男人 更是只盯着台上的香炉看 上面的香已经燃掉了一大半 这哪里是抢绣球 这分明就是 因气纷争呀 杨如新的神情冷了下来 抢绣球 原本是开心的喜事 可是万人山庄却不交代要和平抢夺 反而任由下面的人厮杀 品德可见一斑 杨如新对万人山庄的印象 瞬间变得坏了起来 当然 顾清衡跟杨如新也是同感 就在此时 不知道谁手里的绣球 忽然被人给拍飞 那人急忙飞起来抢 又被旁边的人给拍开了 而那拍开的绣球 竟然冲着这边 飞了过来 杨如新完全是下意识地伸手 绣球落在了她的手里 就在她想要把绣球扔出去的时候 台子上的中年男人说了一句 时间到 而与此同时 原本已经抱住了绣球的一个男人 却忽然被踹飞了 她手里的绣球 自然也就被抢走了 请抢到绣球的十位少侠 上台来 中年男子高声地说了一句 杨如新看着手里的绣球 心里破糙了一万遍 我是个女的呀 抢了女人的绣球 这 这是什么剧情呀 顾清衡也是一脸便秘的表情 杨如新却很快淡定了下来 冲着顾清衡眨了眨眼 我去 总比你去要好得多 顾清衡笑了一下 心情很不美妙 倒不是因为星儿抢了绣球 而是因为同样抢了绣球的另外一个人 宋三 杨如新也看见了 这是那个在最后时刻 抢了别人绣球的贱人 也确认 就是刚才偷窥自己的人 顿时有些犹豫 她要是上去 宋三要是揭穿了自己女人的身份 恐怕会被万人山庄觉得自己在欺骗他们 可是 要不上去的话 万人山庄恐怕会觉得自己 瞧不起人家的小姐 杨如新感觉进退两难 就算她讨厌万人山庄 但暂时也没有跟人家对抗的能力 而且 她还想要人家的银血剑 所以无论如何 她都不会愿意跟万人山庄为敌 宋三却跟杨如新对视了一眼 还微微地笑了笑 这才从容地上了台子 杨如新的眸光闪了一下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 对方的眼神告诉她 她不会揭穿她的 你确定要上去 顾清衡在杨如新的耳边问了一句 为什么不上 这么好的机会 错过了可就没有了 之前来的时候还头疼 要怎么进入万人山庄 毕竟没交情 人家凭什么招待陌生人呢 现在可是名正言顺了 我陪你 顾清衡微微点头 杨如新笑了笑 走到了台子下面 只是 看着那差不多有两层楼高的台子 再次扩操了十几遍 她没轻功 根本就上不去 我送你上去 顾清衡跟了过来 不用 那边有木梯 杨如新指了指旁边 自己跑过去 哄嗣哄嗣地爬了上去 所有的人看了这一幕 嘴角都忍不住 抽了一下 这连轻功都没有 是怎么抢到绣球的 杨如新才不管别人怎么看 爬上去之后就在旁边站好了 孩子上的男人 各个身材高大 修长 杨如新一看 跟个小豆丁似的 矮得特别显眼 郁庆风毕竟之前受伤很重 虽然有倒须子的赔源单 可是 那毕竟不是仙丹 根本就无法恢复正常 中间抢到了绣球 却又被人抢走了 好在影三影七都抢到了绣球 不过看到杨如新上来 差点惊呼出声 少奶奶上来了 那大少爷怎么办呢 杨如新却给了二人一个 稍安勿躁的眼神 直接忽略了宋三 也投过来的目光 那中年男子 扫视一下十个人 你们手里的绣球上 都有数字 那就代表你们的号码 然后抽签决定 你们的对手 杨如新看了眼自己的绣球 上面是个七 然后抽签 抽了个九 其余的人 很快都抽到了对手 对决是按顺序来的 第一个上场的 就是宋三 他的对手八号 是一个一脸落筛胡子的壮汉 不过 交手不过三招 就被宋三一脚踹到了台下 轻松取胜 接下来 影三也顺利取胜 记录名字的时候 是本名 上官飞 不过影七 却遇到了高手 那个叫风轻扬的书生模样的男子 功夫相当了得 俨然在影七之上 不过影七站着轻功好 一直跟对方周旋了一百多招 最后 被对方用扇子 点到了咽喉 原本 杨如新是想出手的 他绝对不会让影七受伤 不过 对方点到为止 那扇子 在离影七 咽喉两寸的地方停住了 然后 微微一笑 哼 承让了 影七抱拳之后 看了眼杨如新 这才跳下了台子 杨如新和影三 上官飞 都松了一口气 再接下来 是一个叫豆虎的男人 取了胜 这个人比杨如新 高不了多少 一双滴溜乱转的 绿豆三角眼 两撇 两头翘的八字山羊湖 怎么看 怎么猥琐 杨如新看了眼 已经取胜的其他三个人 只要那万的小姐不瞎 就绝对不会选这个 接下来就该他出场了 他是五号 最后一个 对手九号是个标形大汉 看个头 估计得有一米九 那胳膊 都比他的腿还粗 人家一个纵身 跳上了台子 可见轻功是不错的 杨如新依旧 爬着木梯子上去 等到在人家跟前一站 当到人家胸口 这家伙比顾清衡 还要高一截 而且皮肤幽黑 一双眼睛跟铃铛似的 手里拎着一把大砍刀 大架势 怎么看怎么像 庙里的哼哈二将 杨如新顿时感觉 有些压力 大块头看着眼前娇小的 杨如新 露出了不屑的神情 直接大手一挥 小子 别打了 你还是下去吧 我力气大 不小心 怕伤了你 杨如新一听 倒是笑了 这人心眼倒是不坏 只是 他还真不能下去 随机摆了摆手 哪能下去啊 好不容易抢到绣球 理着美人又近了几分 怎么也得拼拼不适 大侠手下留情就好了 哈哈哈哈 既然这样 那一会儿 我轻点好了 大个子笑了笑 抬手抱了抱拳 多谢 多谢 杨如新也抱抱拳 然后掏出了鞭子 不过 却给了小绿指示 真要是打架 他肯定打不过 所以 只能用小绿 取个巧了 大个子的功夫不错 加上力气打 所以 就算换个高手 也不一定是对方的对手 只是 杨如新根本 就不跟他硬碰硬 而是躲开了 对方劈砍之后 将鞭子挥了过去 小绿就缠在 杨如新的手腕上 随着挥鞭子的动作 飞了出去 自溜 就钻进了对方的衣服 在对方的麻血 咬了一口 然后又往下 在对方的腿腕上 咬了一口 那大个子胳膊 色缩了一下 接着 量枪了一下 想要劈砍的动作 根本就做不了 甚至 迈步都艰难 那大刀 更是当郎一声 掉在了地上 杨如新 顿时微微一笑 灰鞭子 缠在了 对方的脖子上 大块头惊恐地看着杨如新 他没想到 这么小小的一个人 竟然这么厉害 那鞭子跟长了眼睛似的 无论怎么躲 似乎都能打到自己身上 他好像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对时郁闷地叹了口气 我输了 承让了 杨如新将鞭子收了回来 小绿也趁机 缠毁了他的手腕 请公子留下性命 之前做主持的中年男人 走了过来 在下 酷羊 杨如新微微一笑 那么 请五位公子 随我上山吧 那中年男子微微汗手 扫了眼其余四个人 做了个请的动作 在台子下面 已经停了五辆马车 杨如新回头看了眼 顾心恒 冲他眨了一下眼睛 然后转身上了 其中一辆马车 等到马车离开 那些没抢到绣球的武林人士 这才开始慢慢地散去 顾心恒自然不会离开 他知道万人山庄 是不会允许带人上去的 但是 他也必须要想办法 上去才行 虽然有影三在 可是心儿 毕竟是个女孩子 那上面 太危险了 尤其是 还有那个宋三 而杨如新 坐上马车之后 心里又忍不住 祸操了两下 那车里 不仅布置的 温馨舒适 甚至还有两个漂亮的少女 正是之前抛绣球的少女中的两个 不过此时 已经换掉了外面的衣裳 纸披了粉色的薄纱 里面的果胸清晰可见 别说男人了 就算杨如新这个女人看了 都有些血脉喷脏呢 两个少女不仅上身清凉 下身也是小短裙 只遮到了大腿根 一双修长的玉腿 就那么展露在外面 两个少女娇滴滴地 冲着杨如新行礼 扶着她坐在了中间的位置上 其中一个递了茶水过来 请喝茶 杨如新暗自吸吸鼻子 接过茶水看了一眼 忽然笑了 传闻万人山庄 专门收藏神兵利器 可是没想到 还是改名叫春山庄的好 两个少女一听 顿时脸色一变 杨如新忽然伸手 一把捂住了其中一个少女的嘴 将手里的茶 倒进了对方的嘴里 还没等另外一个反应过来 又将茶壶拿起来 倒进了另外一个少女的嘴里 两个少女顿时剧烈地咳嗽起来 虽然吐出来一些 但是大部分茶水 还是进了肚子 杨如新冷笑了一下 对万人山庄的印象 再次差到了极点 不过是招亲而已 竟然用这样下三滥的手段 车厢里飘着的香味 叫做香丝香 茶水里放的叫做颤生椒 两个少女身上 还涂了一女伞 这三种东西 每样都邪恶无比 唯一的解药 就是异性 否则 只有血管暴力而亡 如今 三样混合在一起 那威力就不必说了 恐怕就是大力金刚 都要缴械投降了 这万人山庄 根本就不是正经招亲 这是要 杀人呢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席 山里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